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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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定義青少年 對不對 到底青少年是什麼 他可以是生理上的青春期 可以是大腦的Amygdala 或者是Prefrontal Cortex 上面的改變 那我們也說 他可以是社會文化上的術法 弱冠啊 或是學校的轉換等等 但是我想要在這邊提一個想法 就是你在大學二十郎當歲的時代 或是研究所 離大學不遠的時代來修這門課 然後你覺得你可能很關心青少年 或是你很關心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是青少年 但是有一個很有名的作者 我不曉得你們還認不認識他 他是寫過魏央歌 燦琴書 人子 的一位已故的文學大師 叫做陸喬 那不曉得這個時代的 你們還認不認識他 那他在很多年前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對這個時段 青少年這個時段 下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註腳 他說啊 每個人不論活到再老 在每一回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就是永永遠遠都是那個 剛剛初始 開始自己可以決定事情 自己可以有行動能力 自由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的那個初為成人的那個階段 就是差不多十七八十九二十歲這個階段 他說我們每個人 我活到這麼老了 我的媽媽已經馬上一百歲了 他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其實他心裡 都想著是 我可以自己去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自由獨立地做決定了 所以我們因此可以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人生都是 都是 事如春夢了無痕 你出生到死亡 他就是一場春夢 可是在這個人生的這個長河裡面 在這場春夢裡面 最美麗的一個春夢 其實就是 不論你現在已經幾歲了 每一次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都是那個豪情萬丈 你的小宇宙裡面有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不論再老 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的心裡其實都有一個青少年 雖然你今天在大學時代上這門課 你將來也許在研究所的時候上這門課 你也許一輩子 到了五六十七八九十歲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都活了一個青少年 他都有一個 Self Determination 那個起心動念的能力 而這樣子的一個初始的 最Romantic 最浪漫的一個心情 其實可以促使你去做很多事情 想很多事情 對人生有很多的反省 那我希望上完這門課以後 你所帶走的東西 不是在今天 或是在你出入 比如說教程的同學 出入學校的時候記得 那希望是到了你 到成人甚至退休以後 你都會在想 說你的青少年期 你曾經做過什麼樣重要的決定 那那個決定 是不是還有一種 莫忘初心的浪漫 那這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開始談青少年的研究方法 那我們講了三種 然後最後跟你畫出一個 常模的distribution 那告訴你說 我們大樣本的測驗是拿 每一個小孩 新的小孩的結果 去跟原來的那個母群 推論出來的那個母群做比較 然後知道每個孩子 在這個母群中所佔的位置 比如說他是高於平均值 一個標準差 或是低於平均值兩個標準差 那心理學家可以用這樣的資料 去瞭解 我是不是要 給孩子特別的培育方法 或者是 要怎麼樣去幫助這個孩子 那我們下面要講的這一種呢 其實是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呢 其實是專門給青少年用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做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叫做經驗抽樣方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那這個方法其實很有趣 他基本上就覺得青少年呢 每時每刻每天 他隨時隨地呢 很多時候他的心情 他的 與人的交往 他的思考是 起起伏伏的 因為有起起伏伏 所以當你在每天的一定時間 把青少年 就是召集到教室裡面來 然後對他做一些測量 那個測量不準 因為那不是 可不可以反應 那個青少年起起伏伏 他時常就是狂飆一下 或是怎麼樣一下 有時候很害羞 有時候很狂野 有時候很開朗 不一定的 所以呢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有兩個重點 早期的人用 beeper 現在的人當然非常非常的方便 用手機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說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 在 random time 打電話給這個青少年 送一個 beeper 送一個 message 給這個青少年 然後跟他說 請你上網做測量 以前呢 早期 我現在想想都覺得很好笑 大概二十年前 開始用這個 有那個 pager 有那個 beeper 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要規定青少年 他要帶一個小本子 然後在身上 然後每次他聽到 beeper 的時候 他就要把小本子掏出來 然後開始在小本子上面做測量 做問卷 那時候 各式各樣的網路還不這麼發達 現在當然很簡單啊 你只要 beeper 一響 手機 beeper 一響 叫他上一個網 點進去 就在網上做測量 然後從這樣子的角度呢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青少年的一些 他的生活方式 那現在當然更進步 比如說你可以用 如果青少年不小心按了一個 什麼容許 或是什麼 他所有的資料 就已經 在大數據的網頁裡面了 就已經 就是可以 可以用 data 來分析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來做很多的社會網絡的分析 比如說社群網站裡面的分析 各式各樣大數據的分析 那過去呢 我們就是對於 data collection 沒有這麼多的 電子的這個技術的時候 我們需要青少年統一 那現在說不定 其實用大數據都可以做 那就看你的研究的 基本的概念是什麼 但是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他還是一個 在現在在青少年的階段 還是一個很有用的研究方法 下一個是 physiological method physiological method 我們通常現在 當然大家都很喜歡了解說 你的行為跟情緒 到底有沒有生理基礎 所以我們第一個做的方法呢 行為情緒的生理基礎呢 我們通常有所謂的化學的方式 也有解剖的方式 如果走生化的方式 就是去了解一些孩子的一些 比如說他的尿液 他的血液 還有他的唾液 把他的尿液血液唾液拿來分析 然後去了解說 他目前的一些 chemical 的狀況 是怎麼樣 最常用的 也最方便的 就是 corticol level 所謂的身上腺皮質素 那 corticol level 通常你一個棉花棒 放到嘴巴裡面去 挑一點就有了 冰起來然後拿去做分析 那現在房間都有這種 商業用的 這種小的工具 讓青少年可以在早上起床之前 就是自己抽樣 然後放冰箱裡面去 然後到了不同的時間點做抽樣 他可以看到每天的 就是 corticol 的起伏 因為 corticol 它其實是一種壓力荷爾蒙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每個孩子他在面對不同的壓力的時候 他的 corticol 的起伏 也可以瞭解他的一些生理機制 跟他的行為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比較用生理的解剖上面的 那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當然有非常非常 就是現在有非常流行的 各式各樣的工具 那我們對於其他的工具 都暫忽略不講 那我們只提一個東西 就是 functional MRI 那 magnetic 是磁嘛 對不對 resonance 是振動嘛 對不對 那所以 MRI 的意思 所謂的 magnetic resonance 就是磁 磁的 核磁的振動 resonance imaging 就是造詣 那為什麼前面加一個 F 呢 叫做 functional 是功能性的意思 那所謂的核磁共振 比如說家裡有長輩 心臟不好 他去造心臟的核磁共振 腎臟不好 去造腎臟的核磁共振 然後你骨頭不好 也去造膝蓋的 或者是寬骨的核磁共振 那加一個 F 的意思 functional 的意思 就是說他其實是人在運作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可以給青少年看數學的題目 或是給他講一個故事 然後要他去在故事情節裡面 去做一個問卷 你對這個故事有什麼看法 然後當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去造他的 MRI 所以他是正在工作的時候 去造他的 MRI 腦部的運作的狀況 比如說葡萄糖的代謝等等 那去了解這個中間的運作模式 而了解比如說有哪個腦區 會去 involve 在某一些特定的工作裡面 那核磁共振他當然還是有電磁波的 雖然不是特別高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 就是還是有一些小小的 risk 在裡面 所以我們通常去做 未成年的兒童或是青少年 都期望說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他的意義程度是夠大的 好 那意義程度夠大的話 那通常在核磁共振裡面 我們非常會去強調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想這件事情呢 通常一個議題就是 一個是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另外一個就是individual differences 他是不是有個別差異 以及他是不是有發展差異 所以我們通常做這個研究 會做一些組間比較 比如說我們都說青少年 他其實是一個情緒起伏很大的人 那我們也許可以找一群青少年 跟一群成人 都做比如說憤怒臉孔的反應 比如說你讓他 就是推進去了以後 推到那個核磁共振的機器以後 以後呢 你給他給青少年以及大人 去看憤怒臉孔刺激 然後看這個青少年 看了憤怒臉孔刺激以後 他的processing 或者說你甚至去問說 你覺得這個人有多憤怒 你可不可以講一個故事 覺得他憤怒的原因是什麼等等 你看他做一些這樣的事情之後 看他大腦活躍的區域 在青少年跟成人有沒有不同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了解到說 青少年他的那個 腦部的活躍程度 是不是腦區不同 或活躍的area 是不是更多等等 來去討論就是發展上的差異 再來比如說individual differences 個別差異 那我們就可以比如說去問說 是不是有些孩子 他小時候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麼其實影響了他 就是已經影響了他的生理上的成長 比如說有時候 有沒有一些目睹家暴 或是自己被家暴的小孩子 在看到這個憤怒臉孔刺激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他的反應 跟一般的孩子 沒有這樣的人生經驗的孩子 他在面對這樣子的一些外界的刺激的時候 他就是有不同 那如果說已經都看到這樣的不同 你就知道說 哦 原來這些孩子 他的早期經驗 已經不只是心理上面 行為上面的一些改變 而且已經在生理上面 已經有了一些其他的區分 那這是在做functional MRI 的時候 通常我們可能會去想的一些不同的問題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 你們書本上有提的 就是case study 雖然我們很喜歡 心理學家現在 現代的心理學 非常喜歡用量化的方法 用科學的方法 用統計的方法 去探討問題 但有的時候每個個體 每個個人 也是有他自己的特色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做case study 去了解每個個案之間 不同的個案之間 他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以上我們講的是一些研究的手段 我們怎麼樣去collect data 我們怎麼樣去蒐集資料 可是蒐集資料完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去整理資料呢 所以那我們就要來談的 下面一件事情 叫做研究設計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設計我們的研究 比如說 我們想要知道 抽菸 跟青少年的記憶 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研究應該還滿有意義的吧 抽菸跟記憶有沒有關係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研究呢 我們怎麼樣去蒐集了資料 怎麼樣去分析 有沒有人有什麼意見 謝謝你提了一個起頭 當然我們可以去問抽菸的時候 就是原來有抽菸的孩子 跟原來沒有抽菸的孩子 他們到底在記憶上面 就是用一些測量方法 有什麼差別 大家一定會想到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有它的問題 謝謝這位同學 下面同學說的 就是雖然是 好像要批判你 但是事實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去從你這個例子 去思考這個問題 請問這樣的設計好嗎 它會不會出現一些問題 要怎麼知道它有抽菸 還是沒抽菸 你覺得青少年會騙你 我想是的確有這個可能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容許 就比如說我們用大一點的樣等 比如說五十個孩子裡面 可能有兩三個 會這樣講 會騙 然後其他的不會騙 或是說我們 所以我們建立很好的report report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說 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流 不容與融合 那很多時候我們會在 counseling 的時候 在諮商的時候 先用這個字 就說你要先給受試者 建立report 讓他願意相信你 然後你要給他填 知情同意書 然後告訴他說 我絕對不會release 這些information給別人 那這些都是 我以後會講到 但是既然同學們提到 我們先講 如果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誠意 以及再三的保證他 不會 我們絕對不會做這件事的話 那下面 同學們在想 如果我們找一群抽菸跟不抽菸的人 他們的確是有抽菸 跟的確是沒抽菸的青少年的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好不好呢 影響記憶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見得是抽菸與不抽菸這件事情嗎 那我們可不可以想說 如果有一百個抽菸的人 跟一百個沒抽菸的人 那都影響的話 他其實在這個大樣本裡面 那個抽就是 抽菸的人裡面也有一些 有好的其他的資質的 那不抽菸的人裡面也有 如果我們的抽樣夠好的話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到 random sampling 對不對 我們如果抽樣夠好的話 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有可能可以解決吧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我們也想到 但是我們要說 我們除了要非常誠意的 跟我們的壽事講說 我們絕對有遵守倫理原則 來做研究之外 我們也同時要讓我們的抽樣 在其他兩組 就是抽菸跟不抽菸的人 比如說他的社會環境啊 父母教育程度啊 什麼什麼等等 我們都讓他兩組相當 那到了這個階段 我們還覺得不覺得 這個研究還有問題 這個也是很好的問題對不對 你要確定這件事 那我們要做什麼 那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 variable define 得更清楚 比如說抽一根菸的人 但是有抽的人 或是一個禮拜抽一根的人 那我們就說這種 sample 不是好的樣本 對不對 因為他在抽菸與不抽菸的灰色地帶 因為這個同學說 我要分兩組 那我就要讓有抽菸跟沒抽菸的人 我 define 得更清楚 那這件事好像也可以做得到 那就是說我們的樣本 要小心的去選擇 還有沒有呢 因為本來記憶不好 所以每次考試都很緊張 所以才抽菸 是不是 好 對 真的很有可能 那我們要怎麼改進這個實驗呢 真的啊 他說的對啊 他原來就是 他不是因為抽菸造成他記憶不好 是他的記憶不好 讓他產生非常多的焦慮 所以他才開始抽菸 好 那這個研究結果是告訴我們說 也有可能就是 除了抽菸的人會影響記憶之外 是記憶不好的人會 會比較容易抽菸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如果要問那個 抽菸會不會影響記憶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有什麼別的辦法嗎 好 但是參考的話 你只能寫在那個 研究論文的那個最後面 就是 limitation 對不對 就我們有問 但是其實沒有辦法真的解決問題 因為他不能放到你的 data 裡面去 變成一部分 但這的確是一件好事 我們如果問清楚的話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叫做 retrospective study 的壞處 就是我們如果是 我們如果事前沒有先在他抽菸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做時光機 去看他抽菸之前的那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說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會看到 有些研究會有 pretest 跟 posttest 然後如果說抽菸放在中間的話 然後有些人有抽菸 有些人沒有抽菸 有些人沒有抽菸 跟有抽菸之後他的記憶狀況 那我這兩個去一檢 我就會知道他有沒有進步 然後呢我也可以去看 這一組人沒有抽菸的話 因為同學剛剛講的要分兩組嘛 有一組是沒抽菸 如果我也可以看沒有抽菸的人 一直都沒有抽菸的話 他的前側後側的差別是什麼 那我們就會知道 這一組人是不是退步的傾向 比這一組更清楚 這樣子很好啊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說 那是不是就要改變他原來的做法了 因為我們 改變這個做法容不容易 我們如果改成這樣容不容易 不容易啦 為什麼不容易 你不能夠叫他去抽菸對不對 你不能把這個當作一個 manipulation 對不對 好 這個研究不能夠這樣子做 那怎麼辦 我們就只好用別的辦法了 好不好 那可是如果說你這樣子去想 如果我的研究題目是 正念 現在超紅的 你有沒有聽過 Mindfulness Mindfulness 的訓練 其實越來越在這個領域 在心理學的領域裡面越來越紅 而且紅到就是說 不只在心理學的領域裡面紅 他用比如說一些簡單的辦法 比如說鼠息 鼠你的氣息 或者是要你眼觀鼻 鼻觀心 做這樣的練習 那麼當你有放鬆 鼠息 眼觀鼻 鼻觀心等等的練習等等 就是他有一套訓練方法之後 我們可以去問 如果我們把這個題目改成說 Mindfulness 對青少年的記憶 有沒有好處 這件事情就可以通得過 倫理委員會的審查 你就可以做什麼呢 你就可以做一個 manipulation 你可以做一個操弄 你可以 manipulate manipulate 這件事情 到底一個人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實施正面這件事情 你可以做一個操弄 讓一半的人有做 一半的人沒做 而且呢 你可以去找一群小孩 然後呢 我可以比如說做 random sampling 我可以做這個隨機抽樣 比如說在大台北區隨機找幾個學校 每個學校隨機找幾個孩子 做隨機抽樣 那這樣子孩子就很平均對不對 而且呢我在做 random assignment random assignment 就是隨機分配 意思就是說你把隨機抽樣的孩子 隨機分配到實驗組 這個叫 experimental group 這個叫對照組 或者我們叫控制組 叫做 control group 當我們把實驗組 跟對照組的孩子 是用 random assignment 隨機分配到不同的兩組 然後呢 我操弄一個變相 在有一組的小孩子身上發聲 另外一組的小孩子呢 沒有發生正面 但是呢給他一些類似的活動 比如說小朋友 我們覺得這個大自然空氣很好 所以請大家大聲的呼氣 比如說 三下就停一下 所以我這樣做的事情 跟那個正面有點類似 然後你這個實驗者 也給了小朋友 類似的注意力的程度 就等於說把一些實驗 可能有的這個毀搖變相都控制住了 然後讓他們做了不同的活動 一個是真正的正面訓練 一個是不是 好 那我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再來看看 操弄 我操弄了正面這件事情 有沒有發生 我叫這個操弄 正面事情有沒有發生 我們把它叫做讀變相 叫做 independent variable 那我想 你們上過國高中的理化課 應該都有這個概念 生物科都有這個概念 所以你就有一個讀變相 一個 independent variable 是你去操弄正面有沒有發生 然後你用 dependent variable 去測量 就是一變相 那一變相就是 剛剛同學講的 記憶的一些測量的方法 這樣之後你就可以去看 有正面訓練的實驗組 跟沒有正面訓練的控制組 他們在記憶上有沒有差別 而且因為你是 random assignment 所以可能可以做的事情是說 當你 random sampling 做完之後 你就直接給每一個小孩子都做一個 pretest 然後做完了之後呢 你做 random assignment 把它分到實驗組與控制組 然後等到他們做完了正面訓練 你再去測一次記憶的時候 你這個是 post test 是後測 你再去比較前後測 在實驗組的差別 跟在控制組的差別 看看他們之間有沒有組間差異 那這件事情呢 可以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結論 因為正面這件事情 是你自己操弄的 是你自己操弄的 所以如果它發生了 然後它的確影響了記憶 跟控制組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正面跟記憶之間 是有因果關係的 那這樣的整個的實驗設計 當我們用 random assignment 用 random sampling 我們去操弄我們的讀變相 讓它發生或不發生 然後我們用實驗組與控制組 去互相比較的時候 我們通常叫這樣的實驗設計 這樣的研究設計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其實都是叫做 experimental design 這個叫做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意思就是 我們操弄我們的讀變相 我們叫它實驗設計 可是 回過頭來看 剛剛我問的第一個問題 抽菸可不可以影響記憶 在倫理上 我們沒有辦法要求 今天你被我 randomly assign 到這一組 我說請你開始抽菸 一天至少五根 那為了通過倫理委員會 也就是說 請你一天不要超過十根 怎麼樣 我很有良心吧 好不好 如果說你這樣做的話 那你還是通不到倫理委員會 所以你不能夠抽菸這種事情 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夠 做成實驗設計的方式 比如說打罵 就是用體罰 對於孩子的數學能力有沒有影響 你不能要求爸媽一天打三頓 對不對 就是每天照吃飯打 然後就說看 有打的跟沒有打的家庭有沒有差別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些研究 因為它的倫理的考量 雖然它的研究題目可能很重要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這麼做 就像抽菸這件事情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想要做的辦法 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 所謂的descriptive research 好 那也許這個就是所謂的 描述型的研究 它是沒有辦法去操弄任何事情的 比如說 我已經知道這群人抽菸或不抽菸了 我把它分成兩組 然後看看他們的 這個測量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差異 然後這邊也沒有辦法有pre-test 好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呢 我們會說 這個結論 我們不曉得 是 我們的變相 我們的 我們也不能叫讀變相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我們叫它 predictor variable 跟 outcome variable 好 我們剛剛叫它 independent variable 跟 dependent variable 但是在這個 descriptive的 study 裡面呢 我們沒有辦法叫它 因為它不獨立 它不是獨立操弄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叫它讀變相 我們叫它預測變相 然後 outcome variable 然後 outcome variable 是結果變相 我們 assume 我們期望看到的 predictor 跟 outcome 的話 也許我們會說 predictor variable 是抽菸與否 那 outcome variable 是記憶的能力 可是呢 就像剛剛那個同學講的 predictor variable 跟 outcome variable 它並沒有因果關係 就算你做的研究 是心裡想著 要想要研究抽菸 是不是影響記憶 但是這個結果 的確有可能是 因為 outcome variable 是因為記憶不好 而造成它比較容易抽菸 那還有一種可能 是說它因為 比如說家庭生活 經濟問題 比如說家庭經濟 說不定就是一個 variable 我們說這個 third variable 有個 third variable 比如說是我們現在 就是以剛剛那個例子來說 是家庭經濟好了 因為它家庭經濟不好 所以它就是 每天都要出去打工 然後每天出去打工呢 所以它需要 就是需要比較多的睡眠 沒有辦法得到的時候 它只好靠抽菸來提神 所以它就開始抽菸 然後它因為家庭經濟不好 所以它每天都要 處理很多別的事情 沒有時間去好好的 專心在做一件事情上面 所以它平常在學校 也沒有辦法認真 然後當你給它做這個測量 跟它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 或是它常常肚子很餓的時候 它的記憶力就不好 所以扯了那麼遠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當我們用 descriptive study 的時候 predictor 不一定是 predictor 它也許是 outcome outcome 不見得是 outcome 可能是 predictor 也有可能 predictor 跟 outcome 他們都不是 predictor 跟 outcome 他們都不是真正的在這個關係裡面 而是有第三個 variable 同時影響了他們兩個 然後讓他們看起來 好像有關聯 在抽菸內組 可能就是比較低或是什麼 可是不抽菸內組 沒看到同樣的關聯 所以剛剛一種做法是 剛剛把它分成兩組 可是 descriptive study 裡面的最大宗 不是做組間比較 而是做所謂的 correlational study 所以剛剛那個同學講說 抽菸抽一根 抽兩根 抽三根 可能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研究了 我們去問每一個受試者 我們找了一群受試者來 找了一群樣本來 我們去問每一個受試者說 你每個月抽菸抽幾根 輕易把你每個月抽的數字 算出來 因為我們想說青少年 也許有人一個月抽一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每個月來做計算 但他如果說一天抽一包的話 他也可以照實來算 那他一個月乘以三十 每天一包的話 那一共抽了多少根 我們也可以去測量 每個小孩的記憶能力 我們用一個方法去測量記憶能力 然後去了解他們抽菸的數目的時候 小明 比如說一個月抽多少根 然後他的記憶 記憶分數是什麼 小滑 小英 小亮 小分 小美 那我們可以把每一個人的兩筆資料 都放到一個坐標軸裡面去 然後我們再用一些統計方法 你們高中都學過的統計對不對 做correlation 然後去看看這條線 到我們又回歸去了解 做一個analysis 的時候 我們去預測看看說 這條線是 他的斜律是不是顯著 如果他顯著的話 那就表示說 抽菸的確跟記憶有關 而且是你抽越多記憶 好像要反過來 喝喝喝喝 趕快在這邊畫些線 可是你們懂我的意思了 抽菸的確跟記憶有關 就是菸抽得越多 記憶越差 所以這種就叫做 correlational study 然後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我們說他是 predictor 他是 outcome 但是也有可能 他是 predictor 他是 outcome 也有可能是第三者 同時影響了兩者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這樣講 experimental design 最棒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幫助我們做因果推論 可是他最差的事情就是 很多研究 因為涉及倫理議題 我們沒有辦法執行 相反的 correlational study 或是所謂的 descriptive study 雖然他的power沒有這麼高 他不能夠做出很棒的因果推論 但問題是 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議題 但是涉及倫理 你不能去操縱他的議題 你還是可以去了解 現象上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這是我們要對於 心理學的基本研究的概念 做一些了解 下面我們就要講到另外一個 小小的一集叫做實冊倫理 你們如果有書的人 可以翻到書本上的 36頁的最上面那一段 他有提幾個概念 都是用斜體字來提的 我來把他做一些說明 通常我剛剛其實已經提到了 就是當你在做一個研究之前 或是說你這個學期 我也會 我們同學助教也會發實驗卡給你 歡迎你去做 做心理學的實驗 然後來加分 當你去做實驗的時候 通常他一定會給你一個東西 叫做consent form 這個consent form 都是通過了倫理委員會的審核 通過的consent form 這個consent form 通常中文翻成知情同意書 就是你知道這個研究的詳情之後 知道他的目標 知道他的流程 知道對你可能會有什麼危險 那之後 當你對這個有完全的了解之後 你還仍然願意去做這個研究的話 你可以簽了名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這個實驗 這個知情同意書裡面 通常包括幾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是confidentiality 所謂的隱私權 你必須要知道自己的資料 是不會隨便被暴露的 一定會 實驗者會把它保護得很好 那只有你的所有的 跟個人有關的資料 都會放在比較隱密的地方 然後你的data 不會隨時都跟你的名字連在一起 然後呢 而且 就算你今天答應做這個研究了 但是你做一半你不爽 你覺得這個研究你不喜歡 或是讓你覺得不舒服 你可以隨時隨地都可以取消 然後跟實驗者說 我不要做了 然後 without any penalty 就是不會對你有任何的懲罰 就是你有權利去隨時跟這個實驗者說 我現在不想做這個研究了 而且呢第三個是說 知情同意書裡面 一定要告訴你 你在參與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可能有任何的危險 任何的risk 他都要很清楚地告訴你 好 那當然有一些實驗 他沒有辦法 在事前 就告訴你 結果怎樣 比如說有個研究是做社會比較 或是做成績比較 或是做成績比較 如果當你的社會比較比較差的時候 你的心情會不會受影響 或是你會不會影響 日後將來 你的表現 所以比如說我們請同學們 去做一個簡單的數學測驗 然後做完之後 他就給你看一個 distribution 然後說你的分數是三十六分 那在所有的台大同學裡面 你差不多是 比平均值低一個標準差 然後你就說 好我們只是回饋給你 那下面我們還有第二個測量 要請你幫忙 你願意繼續進行呢 然後就勉為其難 覺得說好吧 繼續進行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發現說 這組的孩子成績就比較差 因為他被騙了 就是其實 就是每 就是在這個實驗組 就是看看有沒有影響的這一組 他是永遠都 就比別人家 就是 就是故意講的 他的分數講得很低 那也許有另外一組 是故意把他講得很高 好 那這些都是 deception 那覺得 實驗者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他需要去了解 然後他也通過了倫歷委員會的審查 讓倫歷委員會的委員 同意說 這是個重要的研究 這是對於人類的一個新的發現 好 那當你做了這些 deception 當你在事前 在實驗結束之前 不得不對受試者 做這些欺騙的時候 他就會要求你 你在做完之後 一定要給 debriefing 要非常做非常清楚的事後解釋 然後把那個他被 deceive 的部分 全部都講清楚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研究 他的目標是什麼 我剛剛到底騙了你什麼 那這個騙了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什麼等等 你都要講清楚 然後讓他開快樂樂高高興興的 就是對自己的自我概念 不會受到影響的 或是對他的很多的看法 都不會受到影響的 才能夠離開這個實驗的場域 那這個是我們在研究上面 我們除了剛剛在講實驗設計 跟這個描述型的研究之外 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這個研究倫理的重要性 那你未來下半個學期 會開始做很多的不同的研究 你可能碰到真正的受試者 那你也要注意這些事情 那以上是關於實驗的 就是一般心理學實驗 我們會看到的一些現象 但是作為青少年心理學家 當我們在看孩子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關心的並不只是 一個原因 一個結果 一個predictor 一個 outcome 而已 我們其實是關心的 我們關心的議題包括兩個重點 你覺得是什麼 你覺得當我們研究孩子的時候 我們會關心什麼事 跟大人不一樣的 當我們研究孩子的時候 我們跟大人的關心 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對未來的影響 對未來的影響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三歲看大 我們也許說青少年 我們也可以說十三歲看大 對不對 國中看大 他現在國中是這樣 那以後長大是怎麼樣 或說現在國中是這樣 那他小時候是怎麼樣 變成讓他國中是這樣 所以其實 在發展心理學裡面 我們除了關心因果關係之外 我們也關心 我們關心發展與改變 孩子是怎麼長大的 青少年是怎麼長大的 他的過去是什麼樣 他未來可能會變成什麼樣 我們可不可以預測 然後他到底什麼時間點 是一個critical point 他可能會轉變 他的改變是什麼 他跟小時候是怎麼樣不一樣 他跟長大的 又會有怎麼樣的不一樣 因為發展與改變 而讓我們在研究方法上 也有不同的設計 所以下節課我們就會專門去講 跟發展有關的改變 跟兒童跟青少年有關的發展與改變 我們要怎麼樣用實驗的手法 用研究的手法 而能夠得到這樣子的描述 我們今天要講的兩種 談發展與改變的 測量跟研究設計 第一種 我們叫他縱貫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 所謂的 longitudinal 縱貫研究的意思 就比如說 我有一群小孩子 比如說有三百個孩子 我在他零歲的時候 是兩千年跟著他 然後到他五歲的時候 我再測一遍 十歲的時候再測一遍 十五歲的時候再測一遍 他今年二十歲 如果我做了這樣子一個測量的話 那我會說 他是一個longitudinal follow up 是一個縱貫研究 縱貫研究有什麼好處 請大家想想 縱貫研究有什麼好處 當我去追蹤一個孩子 追蹤二十年的時候 他有什麼利基 可以讓我們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同樣的改變 所以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群體 我們可以知道 這二十年的發展歷程 會是什麼樣子 他在幾歲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會有一整個的 對於一整個人 人生的前二十年的了解 我們可以這麼做 可是如果說我們跟蹤一個孩子 跟蹤一群三百個孩子 跟蹤二十年 你想想看 他是困難的嗎 是 怎麼個困難法 需要二十年 他很浪費時間 還有呢 對 中間隨時有人退出 隨時有人追蹤不到 追蹤有人退出 有人追蹤不到 這種sample attrition 所謂的樣本流失 本身是小 樣本流失當然很困擾 本身是小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當我當初三百個孩子 我去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一定是random sampling 對不對 我一定是想辦法去隨機抽樣 然後抽到這個樣本 可能他對母群的代表性 非常的好 但是誰會離開這個研究 爸爸媽媽經濟沒有問題 不會特別因為要跑路 要搬家的人 然後不會因為孩子中間 因為生病的原因 而他必須常常看醫生 然後他的這個 整個家庭環境都很穩定 然後沒有婚姻狀況的改變的時候 通常是這樣的孩子 才會隨著時間 繼續留在一個研究裡面 當這個孩子有非常多 其他的因素的時候 往往他流失的可能性會更大 所以我們會說 他的sample representativeness 樣本代表性 他的樣本代表性會隨著時間 而越來越不具代表性 因為你留下來的孩子都有一些特性 那不要說他的耗時 耗人力 耗金錢 那是一定存在的 那我們什麼樣的人力呢 除了當時的測量之外 我為了要留住我實驗室裡面的兒童 我們事實上 我自己的實驗室裡面 是有發行刊物的 就每一陣子 我會把我的刊物 就是裡面寫了一些教養的方法 或是什麼等等 會去寄給我的所有的受試者 希望那些家長能夠記得我們 然後過一陣子 當我們再去施策的時候 他們還願意再繼續參加 然後我們以前還 那個孩子生日還會寫生日卡 然後每次來之後 我們還會寫謝卡 就是當我們花這些力氣 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其實是為了要讓 這個長期追蹤的資料 這麼寶貴的資料 能夠一直維持住 所以他耗時耗錢耗人力 在所難免 但是真正的就是 我們希望他的representatives 能夠隨時都存在 而且二十年以後 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二十年前 這個研究者會變老 研究者變老 他可能會退休 他可能他的研究興趣轉變了 然後也許他過去用的研究方法 二十年後已經過時了 但是他為了要繼續追蹤研究 他必須用以前過時的研究方法 甚至理論也過時了 他不能用新的理論去解釋 不能用新的工具 為了要跟以前的資料接軌 所以這個研究工具的改變 研究理論的改變 研究興趣的改變 都可能是 longitudinal study 的大傷 還有一個東西 是值得把它寫下來的 就是所謂 practice effect 練習效果 練習效果說的其實就很簡單 比如說我零歲的時候測一次 五歲 七歲 幾歲測一次 Longitudinal study 這群孩子 一直在這個測量的 sample 裡面 我多次測量之後 就變得這個孩子非常熟悉 這些測量了 有沒有可能 就因為 practice effect 而讓他因為在測驗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些測量本身 而訓練了這個孩子 然後因而讓他就是說 他可能跟真正的孩子發展已經不一樣了 這件事情是小 更有趣的是家長 很多家長 當你去測量孩子的時候 家長都有權利去看 或是甚至我們把他放在 waiting room 裡面 讓他在電視機裡面看我們怎麼樣測量 有些家長就非常的 這個有知覺的回家去 給孩子做一些特別的練習 或是說給他 他發現我們怎麼測之後 他發現說他回家要用另外的方式去跟孩子互動 所以這個 practice effect 不僅是孩子本身 也有可能是家長 讓家長也改變了他怎麼樣教養孩子的方式 再來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要叫他 cohort effect cohort 這個字 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已經教過了 叫做同輩 對不對 叫做同輩 叫做科夥 我們說 cohort effect 是一種 就是一種同輩效應 那這個同輩效應的意思 基本上簡而言之 就是你用這一組孩子 三百個孩子追蹤了二十年 所做出來的結果 你終於把他發表了 得到一個非常美的結論 OK 你如果解決了全面所有 sample 的問題 然後你得到了一個完美的結論 但是這些孩子已經二十歲了 這些2020年二十歲的孩子 他的成長過程 是不是可以類化到 2020年零歲的孩子 你得出這個結果的原因就是 我剛剛說了嘛 三歲看大 我們想要看一個個體 或是一個群體的發展與改變 你知道了這個發展與改變之後 到了二十年以後 那群2020年生的孩子的發展與改變 還是走這樣的歷程嘛 我相信你們一定不會說 你的人生跟 二十年前的人的人生 就是比你大二十歲的人生 是一樣的人生 那我們舉這樣子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在最近這些年我教課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我們這樣想這個問題 請問你們幾歲開始有智慧型手機 沒有智慧型手機的人請舉手 請問想想去回憶一下 你幾歲開始有智慧型手機喔 或者說開始玩智慧型手機 好 你不一定有 你開始玩智慧型手機 而且玩的時間還蠻長 不是偶爾被爸媽借一下 玩一點點的時間 是 好 我慢慢問好了 十五歲以前就開始的請舉手 有些人不舉手啊 十五歲以後才開始的請舉手 好 謝謝 二十歲以後才開始的請舉手 應該沒有了 上大學了 高中畢業以後才開始的請舉手 也有些同學 你們看到這些手舉起來 好 謝謝 請放下 我覺得用學 就是用學制來講 小學畢業以前就開始的請舉手 常常在玩手機 好 有一些同學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那你現在也在街上 也會看到真的有小孩 就台大學生的那個 就是家庭背景又是不一樣的 好 那可是你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小孩 他其實五六歲什麼的 在餐廳裡面媽媽在聊天 那孩子就一直在玩 平板電腦或是手機 好 那我們就來這樣子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去看這個 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是不是可以 generalize 類化到另外一群 cohort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想 比如說 我們用這個 手指靈敏度 的測量 來作為我們的 這個 歪軸上面的變相 你可以想像得到 也許在 2000 年 當我們做一個 longitudinal study 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 所謂的這個 手指靈敏度呢 可能是這樣慢慢升高的 對不對 就是你慢慢的 玩了很多 就是你的 隨著你自己的發展 以及你也許 將來玩手機的時候 你的那個手指靈敏度已經不錯了 所以你的手指靈敏度 可能是這樣發展的 這個是 你從 2000 年 測到 2020 年的時候的一個結果 但是 如果你現在開始 去做這個研究的話 有沒有一個可能 這是 2020 年 到 2004 年的結果 他們的手指靈敏度 很早就發育起來了 因為他小時候接觸的機會多 然後玩各式各樣的 game 可是因為他 就是玩得太多了 可能手的骨折了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或 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他是 到了這個年紀 還在高峰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下來了 所以我舉了一個例子 只是要告訴你說 同樣的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 generation 不同的 cohort 他可能就是說 整個發展的機制會不一樣 他可能就是說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概念放在一邊 我先來告訴你 第二種的 我們研究發展議題的方法 第一個 我們叫做 longitudinal study 第二個 我們叫做 cross-sectional study 好 那所謂 cross-sectional study 在哪裡呢 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我們不是用 longitudinal 這樣子走 我們是比如說 我們在 2015 年 2015 年 去同時找 0 歲 5 歲 10 歲 15 歲 20 歲的孩子 然後我們來做這樣的測量 好 他絕對不耗時耗力耗錢 因為我只要在 2020 年 一年的時間之內 我去找了足夠的受試者 我就可以解決了 所有那個 longitudinal study 需要去 關照受試者 讓他們記得我 什麼等等 要去了解他們 有沒有搬家 什麼等等 去追蹤他們 然後換電話 這些都沒有 沒有這些事情了 沒有 sample attrition 的問題 因為我就是收一次 然後因為沒有 sample attrition 的問題 他的 representativeness 他在 10 歲的時候 去 represent 10 歲 還是那群 如果我只要 sampling 做得好 我只要原來的 原來的 sampling 做得好 他就是那群人 然後他沒有 practice effect 因為他只做一次 而且呢 就是他 就是有很多諸多諸多的好處 理論不會過時 工具不會過時 我的興趣不會過時 因為我就是在 2015 年的時候 有這樣的興趣 所以以上所講的 跟 longitudinal study 有關的 所有的害處 幾乎都沒有 除了這個 cohort effect 但是他這個 cohort effect 是另外一種 cohort effect 我們剛剛講 longitudinal study 的 cohort effect 是 當我把這個 cohort 完全研究完之後 當我還想要去 generalize 類化這樣的結果 去下一個群體的時候 發生困難 因為他們是不同的 cohort 我說有這麼多不同的 cohort 然後我們舉的是 手指靈敏度 然後我剛剛問大家 手機 你幾歲開始用 真正的 iPhone 開始流行 就是智慧英雄已經開始流行 他出現是 2007 年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 我們也許可以說 0 歲到 5 歲 或是 10 歲的孩子 他可能在 0 歲的孩子 是這個時候生的 然後 5 歲的孩子 是這個時候生的 10 歲的時候是這個時候 15 歲是這個時候 然後 20 歲的時候是 1995 年 20 是 19 年 對 沒錯 如果我這樣子去想的話 那我們說這個時候 智慧型手機差不多開始出現 然後越來越風行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要去畫一個圖出來 去看現在 2015 年的時候 5 歲 10 歲 15 歲 20 歲的孩子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 我也畫一個曲線出來 可是這個曲線就是變成說 我畫出來的時候是 他剛剛開始的時候 怎麼講 因為他 5 歲的時候就是比較好了 所以我上來得很快 就是他的曲線可能 可是上面的人 就是 20 幾歲的人 還沒有受到這個污染 所以 20 幾歲的人說不定在這邊 可是小時候的人是在這裡的 對 小時候的人是在這裡 對 小時候的人是在這裡 所以我如果畫一條曲線出來的話 如果是現代的孩子 現代 剛好 5 歲 10 歲 15 歲 20 歲的孩子 那他這條曲線呢 可能不是這條線 也不是這條線 而是這條線 一條新的線 就是他不是這條 不是 2000 年生的這條 因為 2000 年生的孩子 零歲的時候還沒有手機 可是現在的孩子有手機 所以他上去的很快 但是他還沒有下來 因為這個 2040 年還沒到 那個從小就用手機 滑下來的也沒有 所以就變成我們看到孩子的 發展曲線 如果用 cross-sectional 的話 會是另外一條線 然後這條線 所測出來的 不是任何一個孩子的發展趨勢 不是任何一群孩子的發展趨勢 而是每個不同的 cohort 本身的影響 而跟發展趨勢的概念 混在一起混不清了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我們用 cross-sectional study 的話 我們也會看到另外一種 cohort 所造成的污染 可是這種污染 跟 longitudinal study 的 cohort 所造成的污染 是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方式所造成的 那這是 cohort effect 在 cross-sectional study 會碰到的問題 cross-sectional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發展穩定性 所謂發展穩定性的意思 是 我們舉個例子 這邊有多少的同學 小時候念過資優班 不論在任何一個時間點都可以 請 任何形式的資優班 音樂資優班 美術資優班 什麼人設資優班 什麼科學資優班 什麼只要跟資優班扯上關係的 都可以 任何的時間點 幼稚園念資優班也可以 請舉手 不少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手 對不對 請放下 所以你看 小時候念資優班的同學 在這個課堂上面 在台大這麼多人 是什麼 是一種認知能力的 stability 就是認知能力的發展 stability 小時候念資優班 長大念台大 小時候念資優班 那如果說是這樣講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子說 我們可以看 IQ 是不是有stability 的 那IQ Stability 怎麼看呢 我們看 Time 1 你在你的母群裡面的位置在哪裡 Time 2 你在你的母群裡的位置在哪裡 好 如果說 有一個測量 不論是IQ 或者是情緒 或是什麼 而我在小的時候 比如說五歲的時候測 跟我在十五歲的時候測 然後我得出來的結果 放到一個 sample 裡面去 因為 sample 可以 tailor population 對不對 然後我發現 小明在這裡 小英在這裡 小強在這裡 小華在這裡 大熊在這邊 好 那當我做出來 嗯 對 就是這樣子的 沒錯 好 如果我們發現說 孩子們 他的 Time 1 跟 Time 2 的 同一個 variable 同一個測量工具 或同一個概念 他是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上 大部分的孩子 維持在他原來 在母群中的位置的話 我們會說 這個東西 這個特定的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s 是有發展上面的穩定性的 好 那他的前提是 同一個小孩 要在 Time 1 跟 Time 2 都有資料 我們才知道說 當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有沒有發展上的穩定性 我們當然希望有些事情有穩定性 因為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三歲看大 對不對 我們念發展心理學是幹什麼的 當然是說 能夠預測未來啊 如果我們每天的生活裡面 每個孩子 你與我 我們每個人今天做的事 今天的反應 我們測量的結果 都跟明天跟後天 跟大後年 跟大大後年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話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不會有一個行業 叫做發展心理學家 這個行業就消失了 因為我們都不能夠 預測未來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如果說 有些事情是可以 人是可以預測未來的話 那我們當然要用 Longitual Study 才能夠得到這樣的結果 才知道什麼東西是穩定存在的 那我們也同時希望有些東西不穩定存在 比如說一個幼兒園裡面 每次都有開學的時候 一群孩子哭著死去活來 然後媽媽要十八相送 陽關三疊 然後孩子還走不出那個 媽媽還走不出那個幼稚園 如果這件事情 是不是傳過水無魂 是有發展穩定性 你想這個世界多可怕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是要有穩定性 有些事情是要沒有的 這個議題是在 我們在面對孩子的發展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議題 想要弄清楚的 那我們要怎麼弄清楚呢 一邊要有Longitual Study 才弄得清楚 Cross-sectional Study 是沒有辦法 讓我們得到這個結果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在乎 用Longitual Design 為什麼Longitual Design 有這麼多不同的壞處 我們還拼命要做它 就是因為我們如果用這個 簡單的方法去做的話 我們得不到發展穩定性的結論 穩定與否 我們是不知道的 沒有辦法知道的 而且如果說我們要做發展里程碑 有時候我們也會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在不同的發展時間點上 我們到底孩子能夠學會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這個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我們也會需要Longitual Study 才看得到 比如說這是 2000年的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可是有的時候 我們為了求方便起見 我們有的時候 也還是真的用 Cross-sectional Study 去做 去了解一下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它雖然不那麼準 但是我們還是會去做說 現在的孩子幾歲開始會認知 現在孩子幾歲會 就是手指靈活度到什麼地方 那現在的孩子就是 在各式各樣的認知能力上面的發展 情緒的了解程度 語言的發展 到底在每個年歲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其實 雖然用Longitual Study 會做得比較準 但是我們也常常還是用 Cross-sectional 因為方便 因為省錢 等等的原因 所以當然我們就會有不同的考量 然後想要知道一些發展上面的重要問題 那當然你現在就會發現說 Longitual Study 跟Cross-sectional Study 各有好處壞處 那你說 那有沒有辦法結長補短呢 有啊 有另外一種研究叫做 sequential Study 去同時有Longitual 跟Cross-sectional Design 都在同樣一個設計裡面 但是因為這是青少年心理學的通識課 所以我不會講這麼多 想要學的人去發展心理學裡面的 課堂裡面學 好 那以上就是告訴大家 關於我們要研究發展 以及改變的時候的研究方法 大概會有哪些 那已經跟大家講了就是說 當我們在研究發展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把人看成 這個什麼 人生倒數之何似 英似飛鴻 踏雪泥 我們不是 發展不是雪泥紅爪 發展 它應該是有一個 有一個穩定性在裡面的 而我們想要用 統計的方法 去看到 真實的看到一些科學證據 去看到統計上面的穩定與否 那我們有了這樣子的一個了解之後 我回頭來先跟大家講 再提醒大家兩件事 就是我們做青少年研究 或是做發展研究 其實我們常常有的 心裡有的目標是兩件事 一個是瞭解 一般人的發展趨勢以及里程碑 另外一個是瞭解 個別差異的穩定性 有沒有存在 是不是三歲看大 從小看大 有了這樣子的 對於 研究方法的了解之後 我們 下面馬上要進入一個 完全新的 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要來 看一看青少年概念的 歷史演進 我們要說一下 adolescent 這個青少年的概念 到底在歷史上 他是怎麼樣開始有青少年 或是怎麼樣有 未成年這個概念 這件事情的 我們會講一些西方的 東方的概念 大家成長的文化背景 我們在作業上面 會跟大家講很多 我們照著課本上 先跟你介紹一下西方的概念 第一個我們要談的是 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這個人 你去算一下 書本上有寫他生於多少年 死於多少年 基本上他大概是 我去查了一下 大概是戰國時期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很久了嘛 對不對 戰國時很久以前了 好 那意思也就是說 他是西元前 亞里士多德說的 就是說 他有的概念是說 他說 人的那個發展 的 maturity 人的成熟 人的 maturity 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關鍵點是什麼 是 self-determination 是自我決定 對 好 那這個 self-determination 其實跟陸喬 我今天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這個起心動念 其實是很像的 就是 起心動念 你有一個 self-determination 的時候 亞里士多德說 這是 adolescent 的開始 然後他說 adolescent 有一個特色 就是所謂的 ego-centrism 非常的自我中心 然後他說 這個青少年的自我中心 是什麼呢 就是以為他們什麼都知道 這聽起來很熟悉 就是說 以前的成人 怎麼樣批評孩子們 跟現在的成人 怎麼樣批評孩子們 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第二個人呢 是卢梭 Jean-Jacques 卢梭 這個法文這樣子念 他是17 十七世紀的人 17 多少年的時候 就是 十七世紀的人 那卢梭的特色 就是他非常強調自然主義 他覺得說孩子們 是要親近自然的 那卢梭我想很多 政治系的同學也認識 學教育的 可能也認識 就是他是教育家 是兒童心理學家 也是政治 就是講民主啊 政治什麼 他有他的理論 那他對孩子的講法就是說 他非常崇尚自然 覺得說 孩子在越自然 越不受拘束的 環境裡面長大 他越可以去吸收環境裡面 給他的很多很多豐富的資養 所以他說 你就是要想辦法 讓孩子在自然而然的環境裡面長大 不要給他太多的限制 而且他會說 你到了青少年期的時候 你應該特別去培養他的curiosity 在他的好奇心 那這些你去看書本上 課本上都有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再抄黑板了 所以就是盧梭會講 這個好奇心這件事情 那亞里斯多德會特別提到 提到 self-determination 好 那這是古代 西方的古代 那西方的現代 我們就要做一些比較好的整理 第一個人叫做 Stanley Hall Stanley Hall 是一個美國心理學家 他做過美國心理學會的會長 然後他是在這個差不多 turn of the century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時候 1900 年左右 就是非常活躍的一個美國心理學家 那 Stanley Hall 他的特色 就是他覺得 小朋友小的時候 是 biologically basis 可是呢 就是青少年的發展 是 cultural basis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在青少年期你的成長 其實是跟你的文化比較有關的 而在你小的時候 是跟你的生物 生物方面的基因的鋪序 生理的原因比較有關的 所以 Stanley Hall 這樣子講 就是讓我們 讓後代的 很多年來的發展性理學家 都有這個看法 就覺得兒童期其實是比較屬於生理結構的成長 然後呢 到了青少年期是 cultural basis 然後他曾經被稱為是所謂的 father of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adolescence 他是青少年的科學研究之父 叫他 father of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adolescence 他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也是影響到我們後來會使用 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 ESM 就是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對不對 我們今天才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鐘頭講的 ESM 為什麼呢 他把青少年說成 就是叫做 storm and stress period 他說青少年有一個狂標期 所以他說青少年就是 因為是 storm and stress 就是他實時在改變 因為他就是 常常起伏非常大 所以也因此會有這個 所謂ESM的設計會出來 因為大家對青少年的 基本的 assumption 是狂標 就是像暴風雨一樣 然後壓力非常大 然後什麼等等 這就是 Stanley Hall 然後對青少年的描述 這是 storm and stress 的一個考量 第二個人叫做 Margaret Mead Margaret Mead 你可以看一下書本 翻過來第四頁 Margaret Mead 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人類學家 他在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類學家 我們叫他的看法 叫做 social cultural view of adolescence 所謂的 social cultural view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人類學家 所以其實他使用的測量方法 跟研究方法 是跟心理學家不一樣的 我們把他的研究方法叫做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我們前面都沒有講過 這個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我們只有說 field observation lab observation 那這個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基本上心理學家比較喜歡 在 observation 的時候 當一個客觀的觀察者 他不介入任何的互動 但是人類學家的想法不一樣 他就是要在一個環境裡面 在這個社會裡面 投入 變成他們的一份子 然後就是真的參與他們的活動 所以這個叫做參與式的觀察法 是人類學家喜歡用的角度 他從參與式的觀察裡面 去了解一些文化的特性之後 寫出他們自己的一套 對這個文化的故事以及看法 那 Margaret Mead 就是用這個 你們書本上看到這個字眼 Social cultural view of adolescence 去了解青少年 所以他說青少年呢 基本上是文化的產物 是社會的產物 他可以不要有這個名詞 他為了要說明這一點 他其實是到美屬的薩摩亞群島 薩摩亞群島在南太平洋 是美國唯一在地球的南邊的一個屬地 這個南太平洋是美屬 所以現在比如說你看Covid-19開始之後 美國有很多的網站 會把他的每一個屬地 每一個州 每一個地方 現在的染病數列出來 那其實你就會看到薩摩亞 可是薩摩亞的人 只能當美國國民 不能當美國公民 所以他們對美國的總統 是沒有投票權的 但是他屬於美屬 是美國的國民 他就去 南太平洋群島 當然就是有南太平洋的一些文化跟風情 所以他就是去那邊長期的做觀察 然後他就看到那邊的南島的 這個小孩怎麼樣長大 他就說這些孩子 其實他們每天跟大人的生活 是融入在一起的 他看到大人的性的關係 他看到成長就是孩子的這個 這個 baby 怎麼樣出生 然後呢 他覺得死亡也是正常的 這當然是 Margaret Mead 他是很早以前 就是美國三零年代的時候 1930年代的時候出的書 當然現在這個社會又不一樣了 但是那時候美國已經很進步了 然後就是青少年的那個概念 已經非常清楚了 但他是說 他說這些東西其實都 就是因為青少年每天跟成人生活在一起 看著成人每天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青少年期 他是慢慢從兒童 就慢慢慢慢看著成人的出現 看著成人的轉變 所以他沒有一個特定的時期 叫做青少年期 一切的成人的活動 對他來說都是很自然的 都是二叔能詳的 所以他就說 青少年都是我們美國本土的 這個文化產物所造成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看這個文化產物裡面 可能包括的東西有哪些 第三個 我們要談的就是跟課本上一樣的 叫做 inventionist view 在第四頁下面又看到另外一個大標題 invention invent 是發明出來的 是發明出來的 所以這個 invention view 其實可以去 contrast 那個 Margaret Mead 的 social cultural view 就是 invention view 就是說 這是其實是我們發展出來 發現出來 不要講發現 是發明出來的一個 一個 一個所謂的這個概念 那你其實去看西方的這個語文 你可以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說童年對不對 童年是一段童年的歷史 然後我們說青少年 是青少年 可是美國沒有童年這個字 英文 我應該說英文裡面根本沒有童年這個字 童年的字叫什麼 叫 childhood 對不對 childhood 是什麼 是子女類的那個 child my child your child 我講我的孩子 但是我的孩子有他的童年 可是在英文裡面 根本沒有 child 這個字 根本 沒有 child 這個字 英文沒有童年這個字 就是拿我的子女當作童年 就是 my child 你不曉得這個 child 到底是童年的孩子 還是青少年的孩子 在英文裡面是分不清楚的 就是 child 沒有一個單獨的字 為什麼呢 因為西方人是沒有童年的 早期的西方人是沒有童年的 你去看那個文藝復興之前 早期的西方繪畫 你去看他們畫的孩子是什麼樣子 他們畫的孩子 就是一個孩子 然後呢 穿了什麼高領的衣服 然後呢 穿了長裙 然後比如說手腳 他所畫出來的孩子 是沒有兒童的身段的 然後甚至小baby 他還不會自己爬 自己什麼 他們就會用一個 那個最喜歡西方人 最喜歡用那個什麼 鯨魚有沒有 他們去補鯨嘛 那個鯨魚的大的骨架 然後把這個孩子架在這邊架起來 他根本連站都還不會 就把孩子 就是套在這個鯨魚骨裡面去 然後 讓孩子站在一個直立的位置 因為他們覺得說 一個不直立的孩子 是一個 animal 是不進化的 所以西方人對孩子的概念是這樣 可是你想想看 真正的孩子是怎麼樣 我們卡通片裡面畫孩子是怎麼樣畫的 對不對 大眼睛大額頭 然後這個比例 你去看中國的話 就是國畫的比例 很早很早 孩子的比例就是對的 西方的比例就是錯的 因為他們沒有兒童的概念 他們覺得這個小孩 為什麼西方叫做 minor 我們都知道 minority 這個字是 是損人的對不對 minority 就是少數民族 叫做 minor 那小孩子也叫 minor 為什麼叫 minor 就是因為他們是不好的大人 他們是希望 你就是是個 他們把孩子看成是 miniature adult 是看成小小的大人 但是他的小小的大人 他又沒有工作能力 然後又不 self-discipline 又不自治 又不聽話 然後這個生產力又低 所以西方對於兒童的概念 是非常非常晚出現的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慢慢慢慢的隨著西方的發展 童年的概念才慢慢出現 可是東方不一樣 中國不一樣 中國那些靠科舉 靠科舉來吃飯的那些書生 很多都沒有上榜 沒有上榜 就是他什麼事也不能做 也不會農作 四體不情無骨不分 然後一直考不上秀才 考不上科舉 就只好回到家鄉去 開個私塾 教教孩子 那這些人很空閒 他在家做什麼 你去看 很多中國的對於童年的概念 都是這些落魄書生 回到家裡 開始沒事做畫畫 書畫很好嘛 就開始畫兒子 畫女兒 然後畫什麼 什麼細陰圖 銅丸圖 你去看那個故宮博物院 還有這種細陰圖 銅丸圖的展覽 那種大展覽 全部都是兒童 然後你去看那些兒童 都發現說 這些兒童都長得很像 真的兒童 可是西方的不是 就是中國的整個的傳統 他就是靠著這些落魄書生 閒閒的記錄了中國的童年 所以童年在中國是一直都有的 然後中醫 中醫裡面除了有婦科 還有幼科 兒科 這中醫裡面都有 所以你這樣子你就知道了 中國上面的這個概念 就是整個文化裡面 對於這個兒童的概念 跟西方是不一樣的 那西方到什麼時候 才開始有兒童跟青少年呢 到Industrial Revolution 我們接到課本上這一段 就是到了這個 Industrial Revolution 到了工業革命之後 這個所謂的 miniature adult 或是minors 這些東西呢 才慢慢的消失 把child adolescent 看成一段時期 你說工業革命 為什麼會有這些改變 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前 所有的人都去工廠做工 都是學徒 都要有勞動力 生活很苦嘛 都要有勞動力 都要賺錢 然後可是小孩子 只是說那個勞動力比較低 然後賺得比較少 然後覺得 所以是minor 被人家看不起 因為工作能力不強 可是當有了工業革命 有了生產線的概念之後 只要成人 只要男人 去工廠就可以了 因為他只要需要這麼多 因為都自動化了 所以慢慢的 父女回到家庭 青少年回到家庭 兒童回到家庭 才變成有了一個家庭的概念 才會有了孩子的概念 除了學徒的概念減少了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生產線 因為technology 最後接到我們上次 講課的時候談到 因為technology 所以你要去工廠做工 你需要的specialized knowledge 會越來越多 你的specialized knowledge 需要越來越多 你就要把孩子 放到學校裡面去學習 那放到學校裡面去學習之後 有formal education 的時間 越來越長 那學校就變成了一個環境 育育了兒童跟青少年的環境 那上學的都是孩子 childhood 的概念 adolescence 的概念 才慢慢的更成型 就是放在學校裡面的 叫做兒童 叫做青少年 還有一件事情要提的 就是工業革命也影響了另外一件事 叫做造紙 大量的紙可以被造出來 你知道台大圖書館 台大總圖的鎮館之寶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下次去問問看去參觀一下 它有好像十四世紀的羊皮紙 還是多少世紀 反正就是羊皮 就是台大有一本書是羊皮做的 做的書 然後就是上面有寫字 是台大保留的 羊皮紙 所以那個時代 是要靠羊皮才能夠書寫的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到 殺多少隻羊 才能夠這個班上每個人有課本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只有貴族 才有機會讀到書 也只有貴族才需要詩字 所以大部分的孩子是不需要詩字的 那大人也不詩字 就平民百姓 就除了貴族之外 平民百姓 大人小孩都不詩字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訊息的傳遞是口耳相傳 然後所有的事情是不避諱的 所以曾經有一個 NYU 的傳播學者 寫了一本書叫做 《童年的消逝》 他告訴我們西方剛開始沒有童年 因為沒有印刷術 沒有紙 大部分的人不需要文字 那當一切的事情都是口耳相傳 一切的事情都是用畫面 用真實的畫面可以去傳遞的時候 其實大人是並沒有辦法 把一些秘密藏在孩子背後的 所有的事情都會讓孩子看得到 你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性行為 全部都在孩子面前一覽無遺 在這個狀況之下 孩子沒有所謂的成人跟兒童之分 因為他跟大人接受到的訊息 是完全相同的 直到有了印刷術 有了文字之後 大人可以慢慢把一些避諱的東西 就不論是政治上面的 不論是什麼等等上面的 關係上面的 全部都避諱在文字上面 而又把孩子放到學校去 接受這些文字訓練 接受這些 technology 的訓練 從此之後 兒童才成為兒童 未成年者才成為未成年者 因為他被放到了一個地方 要學了這麼多東西 才能夠把這條隔閡 information 的隔閡給消除掉 但是傳播學者寫這篇 這個書就是告訴我們說 童年又消失了 因為你們現在在網路上 不需要讀 只要看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 所以就是拜所有的 technology 之賜 網路之賜 其實童年又再次的消失了 這是關於工業革命 還有他繼續講下去 我們再去想 當孩子進入學校裡面以後 當工業革命之後 還出現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中產階級的興起 中產階級興起 對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呢 你一旦中產階級興起之後 就有一個意識形態 那我們就希望說 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一個大家去接受的意識形態 來控制這個社會 所以中產階級興起 然後政府的概念慢慢出來 然後他希望用一些方法 去控制他下一代的國民 因此他就用了很多方法 去控制他的國民 比如說第一件事是 你的課本要怎麼寫 第二件事是什麼樣的 youth club 什麼樣的兒童的團體 比如說 在西方社會裡面 有很多的 我們熟知的團體 YMCA YWCA 對不對 Young Women Young Men 的這個 organization 這個 YMCA 跟 YWCA 可能還有一些宗教成分在 可是童子軍 或者是所謂的四建會 有沒有聽過四建會 四建會 四建會在台灣可能比較不熟了 就是4H 那個H 就是 Head, Heart, Hand, Health 就是四建會 四建會在美國其實也發展得很好 那孩子們從小參加四建會的所有的活動 那就是在一些 比如說 Summer Camp 各式各樣的夏令營裡面等等 等等的活動 那這些都是全國性的大的組織 那透過這樣的活動 成立了孩子本身的一個 organization 有了孩子本身自己的特殊的文化 然後他們又用學校的很多的方式 去控制孩子的 ideology 那這個控制的方法 比如說 在美國的話 他就是由各個不同的 school district 決定 比如說每個 school district 他們會選自己的大人的幹部 然後選出來的大人幹部 可以去決定很多事情 比如說 你早上要不要 pledge 他們不是唱國歌 那可是他們就是會有一段 pledge 有一段誓言 比如說我要尊重我的國家 我要尊重軍人保護人民 我要尊重什麼什麼什麼等等 那每一個 school 裡面 到底有沒有這個 pledge 的事情 是由他們 school district 的幹部們決定 然後或者說 他的圖書館裡面要放什麼書 比如說很多的爭執是 比如說 Mark Twain 馬克圖溫的書 可不可以放在圖書館裡 麥田捕手的書 全部都是髒話 可不可以放在小學 或者是國中的圖書館裡 這些也是由他們來決定 那台灣是慢慢慢慢的在放鬆 從國立編譯館 開始變成不同的書商 可以輸出自己的書 然後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年的課綱的改變 其實也都是一樣 就是 在美國還是靠選舉來決定 school district 教什麼 用哪一本教科書 那在台灣基本上還是有課綱 所以就是 什麼政府 什麼 ideology 就是什麼政府 什麼大人 決定說怎麼樣讓孩子的童年長大 用什麼樣的 organization 用什麼樣的課本 讓孩子長大 而且大人顯然很不願意孩子們長大 童年的概念是 大人很不願意孩子們長大 比如說也有些社會學者說 你看看你看看 這個立法 又立什麼內政部兒童局 又立什麼兒童與青少年福利法 什麼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這些法律專門去保護兒童與保護青少年 然後有這些organization 然後學校裡面的課綱 其實都是一種控制下一代的方法 所以呢 兒童跟青少年就基本上是一個invent 就是這個社會的大結構 invent 出來的一群特殊的人 所以這個inventionist view 我們一路從工業革命談起這個過程 在西方有很清楚的脈絡可群 去說青少年的idea 是怎麼產生的 可是中國文化裡面是另外一回事 我剛剛已經稍微提了一點 我們剛剛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比如說從Stanley Hall 的角度 從Margaret Mead 的角度 從工業革命 inventionist view 的角度 看這件事情 那下面我們要講一下contemporary concept 就是從二十一世紀變為青少年的人開始 也就是說 一九八零年代以後生的小孩 那他們到底是怎麼樣看這個世界的 所謂的millennial 那我們會說有幾個不同的重點 可以去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整個世界局勢的改變 讓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讓我們會覺得說二十一世紀 其實是一個比較物質主義的世紀 那經濟學家大概很喜歡 因為經濟學家覺得什麼事情 都是跟交換利益有關的 那他們所以對人的看法 對人性的看法 會對任何事情的操作 其實都是從利益的角度去看 那這是一種物質主義的角度 任何事情都 而且除了物質主義之外 而且他就是會需要一個 short term solution 什麼都是比較快速的 那我想大家其實也可以想像得到 以前你們有沒有 大概沒有人用手寫情書了吧 沒有手寫情書這回事 甚至要交往要分手 可能都是一個 Messenger 或是一個 Line 或是一個什麼 大概就決定了 那可是以前的人是要寫情書的 還要送情書 還要等郵寄的時間 那可以想像到這個 solution 大家是會需要 就是很多青少年每天生活的這個 生活裡面就是很多事情 會需要等待 但是現在因為很多事情都很快速 然後 material interest 會大於很多 ideological 的事情 所以就會變得說 利益 我們應該這樣講 利益變成了唯一的一個 合理的追尋目標 是這樣嗎 作為青少年的李門 你們覺得利益是你 合理追尋的目標吧 你想想看你的人生 就是你現在要修什麼課 你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然後你所贊同的一些理念是什麼 它到底是不是 Short Term 的 還是 Long Term 的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想這件事情 當我們去深入了解之後 就是核能到底是 Short Term 還是 Long Term 綠能到底是 Short Term 還是 Long Term 那這個 Short Term 又可以分成 十年的 二十年的 三十年的 一百年的 那你到底是要考慮 五十年的利益 還是考慮一百年的利益 還是考慮兩百年的利益 還是考慮現在的利益 這件事情沒有標準答案 其實很難講說 Short Term 就一定不好 Long Term 就一定好 不過我自己想要講一件事 就是說我想要 就是課馬上要進行下去 沒有辦法時間跟大家 多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你們會來上這堂課 基本上是對青少年有興趣的 不論對自己的興趣 或是別人的興趣 我相信你也是對服務青少年 或多或少有點興趣的 當你在想到要服務青少年 或是服務人群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課給你的 並不是給你未來五年 或是未來十年 而是我希望你要去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持續一輩子的去想 你要服務哪些人 要服務青少年 因為你現在也許有些年輕的浪漫 你想要解決家教的學生的問題 你想要解決補習班的孩子的問題 你想要將來上了高中的課堂之後 去解決那些高中學生的問題 也有些人就說 我要去參加服務性社團 我要到偏鄉去面對孩子 所以我想要去幫助那些孩子 但是我常常跟那些 要去做服務性社團的同學講 你要先想清楚 你去服務那些孩子 到底最後受益的是你自己 還是那些孩子 你是跑去週末或者是寒暑假 去幫助他們 跟他們建立情感 然後畢業以後就消失無蹤呢 然後讓他又再一次受挫 他也許是家庭破碎的人 但是他就知道 他的永遠的一個在乎的關係 都不會持久 還是也許等到你退休以後 五十幾歲六十幾歲的時候 現在在一個老人化的社會 等到你們長大 等到你們退休的時候 台灣已經絕對變成一個老人化的社會了 那時候也許你的這個老人社會裡面 你的這個人力 才會持久的 在你有生之年 退休之後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去陪著這些孩子長大 而不是在你大學的時候 去參加一個服務性社團 到了偏鄉 也許跟著他四年 或是五年 研究所的話六年 那等等 他就消失無蹤了 而且你考試的時候不會去 然後你交了男朋友 或女朋友的時候不會去 或是說你人生有另外的規劃 又改變了也不會去 但是當你退休了以後 你反而有可能 持續的對一個孩子陪著他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種年輕的浪漫 不一定要現在實現 年輕的浪漫 如果這個起心動念之間 你想到了什麼 你其實會有一輩子的時間 來完成這種年輕的浪漫 那所以想到這個 short-term solution 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想想這個 short-term long-term medium short-term long-term 其實有很多可以 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第二個 是media and technology 現代青少年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說 他比大人懂得非常多 大人也許是軟體的白痴 媒體的白痴 然後所有的事情 都是會非常緩慢 要花很多很多時間去做 但是青少年可能一時之間 馬上就把一件事情做好了 那當然你快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你的電腦能力非常強 是一件 你對所有的新知識的吸收 是非常快的 但是問題是說 他也會造成一個問題 心理系的同學 知不知道這個字 來問問心理系的同學 什麼叫做 contingency 學過吧 contingency 是什麼意思 在哪裡會學到這個字 你記得你在 心時 心時 會學到 contingency 那是在講什麼 你去訓練老鼠走什麼 調環的時候 會不會 老鼠會發現什麼時候 他會得到 reinforcement 他就會有一個時間配對 就知道一個 contingency contingency 有人把它翻成時間配對 那就是在 行為學派的一些 reinforcement 的時候 你如果 能夠把你的行為 跟一個外在的 reward 結合的時候 那就可以讓老鼠 感覺到那個 sense of contingency 就是有一些 reward 在什麼時候 就是隨著那個時間配對 就是你的行為 跟一個 reward 不斷地配對 同步配對 或者是在很短的時間配對之後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contingency 從此以後 你在做那個行為的時候 你就會期待 那件事情會出現 而如果那件事情 那個 reward 對你非常重要 你非常喜歡的話 你就會增加你的行為 這個叫做 contingency 有印象嗎 沒關係 如果沒有印象 現在記起來了 如果說這樣去講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的人生 現代的青少年 有非常多的 contingency 是以前的大人沒有的 比如說 你現在很早就知道 你在 Facebook 上發一篇文 在看那個讚有幾個人 對不對 看看有沒有人來回你的話 你不論是在任何的 這個社群媒體裡面 你都會在等別人 Instagram 裡面也在會等別人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快的 Fast contingency 是以前在人際互動上 我們在人與人互動上 我寄給他一封情書 他要一個禮拜之後收到 他也不好意思回我什麼 也不好意思打電話給我 所以他又寄一封情書給我 然後又過了一個禮拜 才還要斟酌自聚 什麼等等的 所以就是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才可以看到對方的一封信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就是 spontaneous gratification 我們隨時隨地都 spontaneously 需要得到 gratification 需要得到一種滿足 可是這種立即的滿足 讓我們缺少了一個能力 叫做 delayed gratification 延宕滿足 延宕滿足 延宕滿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因為不是每一個小孩 每一個人 每一個時間點 都可以馬上得到滿足 而如果說你可以在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 你還會繼續努力去做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更大的 reward 你們有沒有聽過棉花糖的實驗 對不對 棉花糖的實驗就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現在 你就去把那顆棉花糖吃掉的話 你就得不到一個更大的禮物 但是你現在看著那個棉花糖 就在你面前 如果你不吃的話 你可以忍住不吃 你延宕你的滿足的話 那你也許會 將來會有一個更大的 reward 但是現代的孩子 他從小的生活圈裡面 不論從社群網站或到任何的事情 或是說你在點選手機的時候 你每一滑就可以 那個手機就會有一個反應 這都不是過去的人 會知道的 就是會認識的世界 有這麼多的 contingency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延宕滿足的能力 也會變差了 雖然他的 technology 的能力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然後第三個 我們說 millennium 的概念 就是因為 women's movement 因為女性主義的盛行 所以讓青少年的概念裡面 有了女性的角色與地位 過去的人 當我們在講青少年的時候 在 Stanley Hall 在講 那個什麼 storm and stress 的青少年的時候 其實他的大部分 對象都是男生 那你去看我們未來所介紹的幾位 有名的心理學家 他在早期成立他的理論的時候 其實他的受制者全部都是男生 沒有女生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研究 慢慢有了女生的概念 在那個裡面 這是另外一個 對 那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不要講青少年 現代的青少年有多爛 他們其實是比較 open minded 因為資訊的發達 所以很多事情 慢慢的考慮 層面越來越廣 結果我們就發現了 任何事情 都有灰色地帶 而且過去 因為都有刻板印象 就是你是白人 我是黑人 或者我是白人 你是黑人 或者就是說 或者 racial discrimination 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 discrimination 讓我們對人有刻板印象 那可是 把人分成不同的團體 然後就是 你是跟我是同國的 同一種人 或是不同的人 我們的意識形態 當然在台灣 還是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就是我們 希望現代的青少年 其實因為有很多很多的 灰色地帶 有很多很多的 serial type 在慢慢消除 所以我們 應該說來 現代的人 他對於人的看法 對於很多的事情看法 應該是比較 open minded 而且呢 第五個 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 所謂的青少年 他是有一個longer terms 所謂意思就是說 他比較長 我們已經講過了 對不對 就是 因為 營養的關係 他比較早發育 因為資訊的方式 所以他的心態 更早就有青少年的心態 可是呢 因為他需要受教育 他比如說 這是一個knowledge economy 不是一個 labor economy 所以他 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學習 所以造成說 青少年的時間也更長 所以以上的這些 都是屬於 millennium 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 的青少年的特色 那我們說這是在 Stanley Hall 跟 Margaret Mead 或者是 Inventionist View之後的 另外一種 我們去看青少年 就從二十一世紀的角度 去看青少年 是這樣子的 我不是說 是這樣子的 有關 是 我不是說 在這時 有關 是 我不是說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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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